嗨,我現在繼續和大家讀一些聖經 今天讀的就是創世記第四章,第一至十七條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人。 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 又生了該人的兄弟阿伯,阿伯是牧羊的,該人是種地的。 有一日,該人拿地女出產為貢物獻給耶和華, 阿伯亦都從他羊群中頭生和羊的枝油獻上, 耶和華看中了阿伯和他的貢物, 只視看不中該人和他的貢物,該人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 耶和華對該人說,你為什麽發怒呢?你為什麽會變臉色呢? 你若行得好,喜不蒙越辣。你若行得不好,醉就伏在面前。 他必會戀武你,你卻要制伏他。 該人和他兄弟阿伯說,兩人正在田間。 該人起來打他兄弟阿伯,把他殺了。 耶和華對該人說,你兄弟阿伯在哪裏? 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魔。 耶和華說,你作了什麽事? 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裏向我哀告。 地開了口,從你手裏接受你兄弟的血。 現在你必須從自己的地受到就座。 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 你必須流離飄蕩在地上。 該人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 你如今趕聚,我離開這地,以致不見你面。 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 耶和華說,凡殺該人的必遭報七倍。 耶和華就給該人立一個記號,免得人。 遇見他,就殺他。 於是該人離開耶和華的面。 去了伊甸東邊羅那的地方。 該人和妻子同房。 他妻子懷孕生了已落。 該人建造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的命。 這段是創世紀第四章,一開始的第一至十七句。 這裡我有一個疑問。 根據創世紀第一章或第二章,耶和華只做了阿當和夏娃。 這裏提及夏娃生了兩個兒子。 沒有提及夏娃生了女兒。 不要緊。 接著,該人殺了他的弟弟阿伯。 於是被耶和華趕他走。 他要到處留下。 他怕什麼呢? 怕別人見到他,就殺他。 換句話說,除了阿當、夏娃、該人和已經死了的阿伯之外, 在其他地方還有人。 接著,第十七句,該人與妻子同房。 該人的老婆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就是我所說的聖經的Internal Inconsistency。 即是說,聖經裡面是首尾互相矛盾的。 如果那個神只做了阿當、夏娃。 而阿當、夏娃只是生了兩個兒子。 那其中一人已經死了。 那世界上應該只有他三個人。 那何來其他人想殺他呢? 也何來該人會找到妻子來同房,再生一個兒子呢? 那這些就是聖經我所說的Internal Inconsistency。 或者你們有些好的解釋可以告訴我。 拜拜!